到高丽菜 张化西虎的高丽菜农就非常担心 这回台风带来的风雨会让高丽菜通通受损 所以他们会利用绿色的防护网要来保护高丽菜 但是没想到这个网子也成为了抢手货 部分五金行卖到缺货 现在菜农是非常的无奈 没有办法包覆整片的高丽菜园 就只能够祈祷这个风雨可以小一点 减少一点损失 菜园内全是即将采收的高丽菜 其中有部分的高丽菜包覆着绿色防护网 张化西虎的高丽菜农 担心台风带来的强风以及强降雨 会让高丽菜受损 拿出绿色防护网盖住这些高丽菜 但每到台风前夕网子就变成抢手货 想买也买不到 新的都没有了 新的剩小件的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大家做房台 说你的房间 就是我去我们的那个五金行买 还好 剩下没有盖到要怎么办 整片菜园每颗高丽菜如果都用防护网包住 网子数量根本不够用 防护网真的那么难买吗 走进五金行虽然架上还有一些存货 但整个仓库内只剩下四五件 可以拿出来卖 业者透露的确在台风来之前 防护网卖的特别好 台风天担心自己的心血暴露在室外 防护网却不够用 菜农很无奈 只能从菜园两侧开始包覆 中间铺不到网子的高丽菜 只能祈祷台风到时带来的风雨 不要太强 让损失降到最低 欢迎订阅杨宗颖 谢谢综艺 张华报导